朋友们 你们说我天天吐槽欧洲 那今天我要吐槽中国 我到了台山 这个是山吗 这不是山 这是台阶 这都是楼梯 这是什么山呢 小小台山 拿下 小小第一山 拿下 这里是Cemetery 什么是Cemetery 就是放四调的人 不是不是 这个是中国的一个文化 是放那个书法作品的 我们国家也有这样 他们在台山 然后全部就是穿拖鞋的鞋 为什么 因为他们去了Solakia的山穿拖鞋 然后呢 然后就不行 拆了 死了 然后他们会把拖鞋踩在底上 然后如果你爬上看到一双拖鞋 所以就知道这里有一个切克兰色在这里吧 小小台山 拿下 见路佳境 意思就是越来越舒服 有个朋友 越来越舒服 我一般看到就是穿拖鞋 什么都不穿 腿线线 其实游客的本身就会比较少ない fourth camera 我们食べ到第二 sizさん 部门 姿 shirts 不过分接 那么结果 我觉得台山应该改名 改成楼梯山 或者台铁山 那也是台山 台铁山 小小台山 拿下 到了吗 你不是很轻松的吗 我来中国以前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山上面有step 这里全是楼梯 楼梯到天堂 山不是应该在这里 为什么要做楼梯 小小开场拿下 你不是这么轻松的吗 对啊很轻松我在晒太阳 有太阳 走啊走啊 小小台山真漂亮 我们过去连机场都没有 这里连山山都有 这边这么牛逼的话都是无人买了 无人付钱真的很难 这是健康的意思 这个是健康的意思 小小台山 拿下 没有连山 没有笛 看前面真的没有笛 哈把六千米 六千米哈把还是六百米 六千米 六千米 等一下 哈把是六百米 哈哈哈哈 我找白雞肉了 哈哈哈哈 要是要泰山 要是要鎖到 要是要鎖到 人就又到了 哇 怎麼越來越遠 好 我們去掛一下我們的眼望 身體健康 然後 恭喜發財 是不是我說出來它不會實現 不會啊沒有這個想法 朋友們我馬上要離開中國 我的願望就是離開之前還要拍一次台山 所以現在我要實現我的願望 但是不要忘記我馬上要去歐洲 然後如果你們有什麼想問的在評論去寫一下吧 如果你們趕緊去關注我一下 然後我回歐洲給你們拍